小猪已经是公司经济业务的负责人之一,越来越有职业理性风范,今天专门跑到博物馆来陪金金一会儿,说完了公司的业务说她加小耳朵,两个人笑得叽叽嘎嘎。 金金今天是朱克柔,华庭斯家的儿媳,船是朱克的主人,演绎的七分丝吃带三分娇憨。 金金说,她一定有个无比温柔敦厚的郎君,不由得想起自家的郎君,温柔是可以温柔的,敦厚吗?翻540度,也是可以的。 于小乔和他的早早在马术克上十分显眼,别的小朋友还在小心翼翼地试探,他们已经吃美了零食,整装开步,有同学大叫。 哇,看于小乔,爷爷奶奶在围栏外忙着拍照片视频,对身边的家长们表示,小乔喜欢。 我们提前来适应了几次。 双胞胎在幼儿园,爷爷奶奶跟小乔上课去了,惊霸无所事事下怀念起了麻将时光。 哎,咱们不在,你妹妹她们也难得凑起一桌了吧,又麻将麻将呢,你不是答应于途,抽空叫孩子们下棋吗? 对对对,那我吃完饭去潘家园那边溜达溜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棋,一会儿又美滋滋地补刀。 我就说我比爷爷棋好吧,你看,于途也承认。 于乔松今天被一个新老师认成乔宇辰,多给了他一份点心,于是发现了游戏的新大路,趁着大熊躲在图书角睡觉,把他的下午牛奶也喝了一遍,乔宇辰睡醒又渴又饿,老师还说他吃过了,等外公外婆来接食。 可怜的孩子才放声大哭,小熊回家挨了一巴掌,还被罚站。 晶晶电话打回来的时候,只听见哭声此起彼伏,葫芦汪汪伴奏,小乔姐姐义愤提音,小熊,再这样我们,不跟你好了。 晶晶,不用这么担心,小熊才两岁半,认知水平达不到,都可能是故意的。 那要是他是神童呢?童暖双胞胎基因一致,那大熊,于途伸手去抚平晶晶的眉头。 好了,要长皱纹了,别想了,我回去揍他们,孩子那么小你,就揍啊揍的,爸妈小时候揍过你吗?我又没犯过事。 因为担心儿子,晶晶今晚疲不起来了,于途左想右想,觉得因为熊孩子的熊事耽误自己吃肉的话,这孩子试得揍。 晶晶向来睡得沉,今天也不例外,于途俯弄半天,他还只是醒来了一半,你干嘛,要账,哪来的账啊,子债母常,听着就是恶霸的感觉。 上午再说丫头玩贴,下午去拍打浦桥的落日,晚上去老师家吃饭,陈雪四口都在,肉露上了一堆斑有一堆技能可秀,男男也穿着小芭蕾舞裙,晶晶忍不住抓了于途的手,他们会的好多啊,然后被安抚的拍了拍,我以前也什么都不会,不一样的,一样的。 张宇航和于途又去书房谈事情了,未来以来上市后走势不错,连着心汉和晶晶的小股份也价值泼风,孩子们陪老师和师母去院子里散步,陈雪一边练钢琴一边和晶晶聊天,他陪读陪练的也有两三年了,你现在成医生专业户了呀,刚完成这部剧说,评价特高,行业剧啊,关键看编剧,你呢,明年总得接一两部吧。 于途,陈雪拉我跟他一起去亲子综艺,他准备签了,明年春天,就当是带人单单去旅行,我说我们不去,不过旅行是个好主意,可惜你不能一起,大梦给我抱怨过好多回,没办法陪小珍和珊珊出国玩,其实小胡他们也都一样,谁不想呢。 停了车,晶晶又要去江边看看,好久没去过了,夜晚的江峰已经有些冷,两个人裹在于途的风衣里,心跳怦怦可闻,于途,明天我就回去了,我估计下个周末。 你又干嘛,弹琴,琴在玫瑰园,琴在这儿,修长的手指青龙漫年抹肤挑着,这爱丽丝,后来改了大幅度的轮指,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晶晶的身体攻成了巴西玫瑰木的弧度,颤抖成不知哪个曲子的节奏,于途,于途。 于途准备走的时候,乔小姐还睡得粉白鲜嫩,只有脚指甲几点鲜红,仿佛是开在床上池塘里的睡帘,静谧的美丽着,于途嘴角忍不住地上扬,轻轻关上了门。 晶晶是带着行李去的公司,林姐说她现在的时间管理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你演员的能力,那是,静于先生者赤嘛。 年底,科幻片的《星际公主》和《长生太平》都有入围的奖项,除此还有评委和颁奖嘉宾的邀请,为新汉的文化圈道路计,他们需要和几个大平台保持良好关系,比如央台,比如游戏背后的大平台,晶晶都是沟通的最佳人选,还有几个大行业,以及政府方面。 你是总经理,我又不是,我要是文化大使,还能得到你去,还有几个林姐精心选出来的剧本,都是大导大制作,总能有一个喜欢的吧,还有明年计划制作的几个项目,晶晶仿佛看到乌云正在飞速向头顶遮来,肯定会接一个,但是要把寒假的时间空出来,我打算办个东令营。 算算时间,晶晶飞机落地的时候,小乔他们应该在马场,车子直接驶了去,果然看到了脑门汗失成卷卷毛的小姑娘,妈妈,今天早早好棒,你来给她吃糖,小乔也很棒。 是很棒啊,打浪已经很自如流畅,教练开始交押浪了,这几个浪,晶晶还是很有心得的,小乔,大腿要夹得上力,不要跟在她的节奏后面,超前一点点,大腿再用力,再坐深一点,可嗨嗨,乔马术教练金,终于呛到了自己,可得失了形象。 双胞胎在家里永远是打打好好,看见妈妈回来,倒是争先恐后,妈妈妈妈,吃饭饭,慢半拍的大熊费力地取购箱子拉单,好孩子,太重,外公来,家里的饭真香啊,可以多吃,一口吧。 鱼柱,院里很多人已经改了称呼,158的人们倒是没有,长小于老鱼的乱叫一气,还有大梦这种,从来直呼大名的,鱼图,你说,K11这个项目还有什么必要啊,理念上已经落后了,指标也不高,鱼图不理他,接着往前走,鱼图,他们组有个搞经营的老五,你想想折,帮我弄过来呗,看来你对项目的评价不客观啊,不不不,发自肺腑的客观, 老五是顺带,顺带。将军一行在东海耽搁了时间,长院索性带着鱼图和大梦去了宁波,整整谈了一天,以他们回到院里的状态看,都更加的沉默了,加班也更多了。 129会演在毕大的百年讲堂,金晶是嘉宾兼评委,是转播机位最聚焦的面孔之一,用周隐的话说,在大学生这个群体里,金晶是断层及偶像,偶像这个词不合适。 是断层及女神,他们好多同学千方百计找票要来给自己人站场子,周隐同学,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自恋呢? 于小乔兴高采烈地跟着妈妈来了,她有自己的票,跟萌萌哥哥和苗苗姐姐坐在一起,中间还被送到后台,按周隐哥哥的指挥给唱歌的哥哥姐姐, 当中白裙子的那姐姐献了花,献花的小朋友挺多,于小乔觉得她那树花最漂亮,那姐姐也最漂亮。 咔嚓咔嚓,照片和视频扔给于土,看看,你闺女又成了工具人,难道不是因为小乔可爱绝顶吗? 节目在央台和网络同时播出,青春席卷的大小屏幕,林姐在公司高层的群里发了一段又一段视频, 一个人的眼光怎么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你们说是不是? 星际公主在颁奖礼前引起了一波热烈讨论,最热的论点是,尽管乔津津无可挑剔,但是能不能禁止降维打击? 你一号暴女配角奖,不够奖武德,林姐说,这个调子一稳,想也就基本稳了,最佳影片有票房加持也有七八成把握, 保二争三,老奸俱华呀,津津跟于途这么感叹。 一号传回来的木卫七照片,果然清晰度远超新视野,天文学者们十分兴奋, 对后面的木卫三有更高期待,一号接近木星,二号略过火星, 这一次的发布会有太多数据可说,反而要慎重选择选择, 于途理直气壮地把这个问题推给了关在,据说关副司长多次大场合的表现身为机智得体, 得到高层肯定,有在生的希望。 整个学期于途只有这一个下午的功夫陪闺妮去骑马, 已经练到推浪了,教练夸了小乔夸小乔妈妈, 于先生一肚子违和感,晚上翻来覆去要求表演各种浪, 娇气又赖皮的骑手,哼哼唧唧地抱怨泪瘫了,坚决不肯再浪。 乔女士在颁奖礼上,众望所归光彩照人, 宝二争三的三拿下了最佳导演, 新汉本来票房就正得盆满钵满, 这下名利双收,剧的成绩也不错, 丽宇军沾下提名即胜利, 林姐和董事长秘密会见了一家上市公司, 打算借壳了。 于小乔的课业发展到了爸爸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 要把班级读书学的借书情况想办法记录下来, 孩子们居然自己模模糊糊地想出了分类, 虽然分得不够对,但是太牛了。 幼儿园的联欢晚会, 每个小朋友有两个任务, 起一个英文名字,扮演一个角色。 名字很重要, 于太太认真地跟于先生商量, Jupiter, 于图脱口而出了一个, 好呀, 大熊就叫Jupiter, 金金一定没反应过来, 他脑子里是神主, 于图脑子里是木星那个大红斑, 小熊呢, Arthur, 排名字会比较靠前, Arthur, 好呀, 无脑人, 金金欣然接受。 名字起了, 打扮的事就不劳于先生费心了, 在慢慢地精心打造下, 双胞胎, 帅榨了幼儿园, 大熊披了斗篷拿拳杖, 小熊穿了小燕尾服, 在一堆小南瓜小公主小章鱼中间, 坐一晚上合影的背景人好累啊。 妈妈好忙, 爸爸回家好晚, 小乔姐姐为弟弟们的知识表示操心, 大熊熊小熊熊, 姐姐讲故事, 外公, 大熊, 起, 好吧, 学下起也可以, 但是, 我怎么不知道棋子是落着玩的。 跨年的夜晚, 金金没去参加任何一个晚会, 和家人孩子们在一起, 小院里, 小楼那边, 树上挂各种彩灯和礼物盒, 孩子们寻宝一样发现一个又一个神奇的礼物, 尖叫声, 欢笑声, 孩子的, 老人呢。 终于早归的于途在路灯初上的时候就进了院门, 转眼就被孩子们拉去充当人提购礼物, 爸爸爸爸, 红色的, 爸爸, 银秋秋, 眼看着高处的Blindling就要被大熊小熊屠路殆尽, 小乔姐姐揪着于途的一惊剁脚, 艰难挺立的爸爸好声好气, 跟儿子们商量, 你们的礼物都抱不住了, 咱们放回屋里, 去好不好, 等双胞胎空了双手出来, 爸爸已经扛着姐姐把树摘秃了, 大衣脱下来, 裹成的大包袱, 晚饭都是好吃的, 大熊小熊很快忘了刚才的悲伤, 妈妈, 瞎瞎, 瞧瞧, 肉肉, 爸爸妈妈辛苦了, 我跟于途要是没有你们, 真不知道怎么办, 晶晶给老人们一一倒酒, 还得林姐倒了一杯, 还有林姐, 帮我们太多忙, 妈妈我也要, 小朋友的果汁在这里, 夜深了再出门, 不远的西式库依然灯光闪烁, 管风琴悠扬, 他们开了车窗, 圆圆地, 让微鸟的琴声飘过来, 晶晶, 新年好, 新年真好啊, 夜色安静如水, 涌涌细雨里夹着细细的喘息, 晶晶的手指描摹过于途的脸, 鼻子, 下颌, 喉解, 胸膛, 这是打浪, 这是压浪, 这是推浪, 于途只觉得自己被涌动着裹挟着王海岸的岩石上拍过去, 那么热情, 那么无惧无畏, 他想唤晶晶, 却一下子发不出声音, 你喜欢, 什么高度, 这样, 还是这样, 美丽的睡帘在深夜里盛开, 开在高处低处, 开在池间水边, 开得静态极延, 绝了花蕊笋的花蜜, 揉皱了花瓣, 花颤颤地开合着花冠, 新年真好啊, 晶光细微如水, 鱼涂在湖边停下步子, 水面飘着不规则的冰林, 长长的枝条低垂, 他在想, 二号, 今天应该飞到七千万了, 一号, 应该是AEU了, 以他现在的速度一百公里, 只要花晶晶的两个呼吸, 不用上学上幼儿园的日子, 晶晶说可以全家去逛公园, 他离大家远点就行, 不至于被围观, 小乔第一个不答应, 要和妈妈在一起, 没办法, 只好再拿航天城去当公园逛, 鱼涂, 咱们去游泳馆游泳吧, 正好教孩子们, 鱼涂觉得他家乔小姐, 好像脑子有点不大, 灵光, 你有合适的泳衣吗? 我有啊, 连体那种, 可是我没有啊, 晶晶眨眨眼睛, 嗯, 没事, 你可以穿着T恤下水, 吃完磨嘴不管, 这也没良心的, 因为鱼先生的坚决反对, 于是他们换了衣服改去篮球馆, 还带着双胞胎的小皮球, 遇上一群打球的年轻人, 鱼总新年好, 哎呀, 他们英明端速的鱼总师身后, 机里咕噜牵了一串娃, 最后收对的是金晶, 嫂子, 你们元旦没出去玩啊, 金晶瞥了正给大熊脱外衣的家伙一眼, 鱼涂要来运动, 我们陪他, 来来来, 参观一下鱼总打球自带的豪华啦啦队阵容, 你们拖住鱼总, 等我, 我要摸摸他们脸蛋, 你想死啊, 我是说摸双胞胎的脸蛋, 鱼涂和小伙子们在一个场子打球, 金晶带着孩子在另一边的场子踢球玩, 偶尔扭头, 看他两眼, 妈妈, 我去给爸爸加油, 金晶真想说, 小乔你陪弟弟好不好, 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住在青年公寓的大姑娘小伙子, 能战过元旦, 也算别具一格, 鱼总是本来在航天城就是偶像级人物, 何况是拖家带口盛况空前, 金晶签了一堆明和了一堆影, 小乔收获了好几个姐姐的亲亲, 大熊小熊比他收获更多, 还有香喷喷的小零食, 谢谢姐姐, 我们不要, 家里有, 小乔连忙保护弟弟们的位, 关在搬了新家, 距离不远, 面积几乎大了一倍, 早就请了于途他们做第一波客人, 还有丁总两口子和迪亮, 萌萌说, 于叔叔, 带着小乔吧, 我叫了周银也来, 双胞胎被送回家, 爸爸妈妈带着姐姐又走了, 幸亏他俩都困得东倒西歪, 要不又得挖挖挖? 关伯伯, 静怡, 这是小乔的礼物, 是他自己拍的枣枣和校园池塘里的小鱼, 活泼泼的, 被妈妈帮着做成了可以装饰强烈的照片, 于途搬了一套花瓶器物进来, 林林郎郎好几只盒子, 这么多人的饭都是审静自己准备的, 昨天弄到半夜, 也还是很开心, 萌萌哥哥, 这是你的新年礼物, 周银哥哥, 这是你的, 是小一圈的照片, 一张是柿子树上接了雪的两只小柿子, 一张是教室的飞檐和蓝天, 都是又稚嫩又明亮的颜色, 小乔, 对不起, 我的礼物春节不及你, 周银以胜利者的姿态捏视了一下萌同学, 拿出他的礼物, 我雕刻刻的作业, 是苹果, 虽然不太好看, 但是要祝小乔平平安安, 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微黄的光照着丰盛的餐桌和笑脸, 朋友们相聚要干一杯, 祝福健康平安, 祝愿幸福长伴, 京京他们是在机场看完的新闻发布会, 他们这个东令营要去傲心, 沈静萌萌和他们家一起从北京走, 林姐一家, 阿美小包子, 小珍珊珊, 丽老师和小栗子还有王公的老婆闺女一起从上海出发, 这家老牌的旅行社经过竞争赢得了这趟生意, 也就基本等于赢得了乔晶晶女士后面的代言, 依然是关在座主发言人, 于途, 还有空间站的总师荣总, 都是记者们最喜欢的采访对象, 根据刚刚收到的数据, 金屋一号在木星引力弹弓作用下的最高速度达到了22.3公里每秒, 打破了此前新地平线号22公里每秒的速度记录, 成为迄今为止最高速的升空探测器, 于总师, 金屋二号已经飞越火星, 您有没有信心在下一段路上再一次打破自己的速度记录, 谢谢大家的鼓励, 金屋二号相比一号, 在核动力上有比较大的提高, 在探测的方向上有所不同, 载荷也更丰富, 这是一场星际马拉松, 金屋二号会努力去飞, 但顺时的速度不是我们的目标, 金屋一号传回了目前最高分辨率的伽利略卫星照片, 这是木卫三的暗区和曹沟地形, 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公布木卫三部分电力层参数, 由于一号任务所限, 这些参数还需要专门的探测器在未来加以验证, 孩子们脑袋凑到萌萌的一个iPad前面看发布会, 双胞胎大概什么也听不明白, 只会瞪着屏幕小声叫爸爸或者关伯伯, 小乔忍不住拍小熊, 我都听不到了, 沈静和晶晶坐在对面, 一边看一边免不了叹气, 他们都休不了假, 关在马上就要去俄开会, 于途也是, 总结计划会老是在春节前开, 再说, 即使休假跟咱们一起出去也不容易, 那倒是, 咱们啊, 好好玩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了。 南半球已经是夏天, 这个最大年龄66岁, 最小年龄一岁半的大杂会休闲团, 在旅行社的精心照顾下倒是玩得开心畅快, 也不光是旅行社照顾, 也是大家轻松信任的气氛, 还有, 林杰以及金霸这种天生爱操心的人。 从澳大利亚的东海岸, 到新西兰的南岛, 从黄金海岸到皇后小镇, 从考拉袋鼠十二门徒到魔戒的天空, 浩浩荡荡的队伍整整游逛了半个月, 才终于在大年三十班师回潮, 徒爸兴致勃勃地跟老友吹海吊, 金霸金妈更喜欢冰川峡湾, 孩子们不用说, 自然是小动物和魔戒气球, 妈妈们感慨难得地悠闲, 利爸爸也还好, 他家小栗子作为团宠, 大家帮忙分担了好多, 甚至大熊小熊都不时来关照弟弟, 当然是越关照越忙。 于小姐脖子上一直跨着个小围单, 是前阵子爸爸说发了奖金送给他的, 跟着萌萌和王宫家俊, 姐姐撒欢, 拍天空拍海浪拍大熊打嘴小栗子吃奶, 拍静怡和妈妈在风里飘起来的长发, 拍令一全家福, 还有奶奶和小熊对树懒惊道的表情, 只苦了萌萌, 有空就得帮小乔小朋友把照片分类到每个家庭, 上载云盘功苦哈哈加班的家属们聊作共情, 除了沈静和萌萌在转机, 其他人在浦东机场到达, 于途他们都来接机了, 胡索还给大家派了辆大车, 不是职工也管街啊, 大梦一脸不知是占便宜还是吃亏的表情, 胡索说, 你们这趟出去的好啊, 加班的人骑刷刷, 效率杠杠的, 他谢谢你们了。 灰灰姐姐再见, 灵一再见, 大家一通纷纷乱乱的告别里, 灵姐揪了津津说话, 开学回北京之前, 一定要有个答复啊, 我个人更推荐海上花和三江女儿, 当然还是看你的想法, 知道了, 快回家吧。 于途接过了双胞胎抱着, 两个小伙子一左一右趴在他肩头, 带着长途飞行后的那种精神不振劲, 爸爸, 回家, 小乔揪着他大一下白努力跟上, 爸爸, 下次一起去好不好, 很好玩的。 晶晶好郁闷, 和灵姐说句话的功夫, 于途就被人霸占了, 还没法抢回来, 只好撇撇嘴去拖箱子, 地位太低。 家属团是真的开心, 尤其是孩子们, 除了小栗子是换到妈妈怀里睡觉, 别的娃都兴高采烈地说了最有趣的事, 车子上一路都热热闹闹的, 小胡提同事们一起谢谢金金, 别别别, 谢什么, 要是开心我们再找机会去玩, 你们陪不陪都没关系, 这话怎么听着有点被抛弃的感觉呢? 无声的感谢是先送于途他们回家, 玫瑰园终于又有了温度, 他跟葫芦相依为命好几天了, 大家各自洗漱休息, 于途快手快脚给双胞胎洗了澡, 不幸地把他们洗精神了, 只好带到书房讲故事, 还是不好哄, 又试着拿出琴来谈, 小乔姐姐一会儿也摸上来了, 牺牲她一个人, 让金金, 老人, 包括林姐都歇会儿吧, 就是金金估计要不开心, 晚上再不及她, 年夜饭是事先订好了晚上送来的, 属下小点心, 做得格外漂亮, 饺子年糕红烧肉及庆余, 金金也从来不会忘了趁机置办大家的新衣服, 把双胞胎打扮得像一对红帮, 宫廷款的, 桌上还有小小的蛋糕, 虽然有好多人一起在瓦卡蒂普湖边给金金过了生日, 但是, 于途不在呀, 金金, 谢谢你, 我不要谢, 我要礼物, 礼物没来得及准备, 人有一个以身体债行不行, 于太太一边收账一边勉强动脑子, 不会吧, 于途, 你真的没有礼物吗, 专心点, 可是前两已经满盆满钵的溢出来了, 两个人依偎着安静下来, 金金的眼睛已经又酸又涩又沉重, 金金, 还有没有力气去看礼物, 我就知道有的, 那你背我去, 书房, 于家室和影音室, 造型各异, 但是都很道貌爱然的柜子, 金金直接在于途背上把眼一闭, 我不知道个认识不理解, 我睡着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日之计在于晨, 用于途的话说, 大年初一的早晨或者凌晨干什么, 就奠定了一年的基调, 于太太实在无言以对, 无言以对呀, 小熊对于途的情颇感兴趣, 吃完早饭就开始叫, 爸爸爸爸, 吉他连放曲子都不行, 必须真人实景, 金金, 小熊这算是艺术领悟力吧, 金金得意的晃晃脑袋, 孩子身上总得有我一些基因贡献吧, 于途深思着放慢了上楼梯的步子, 那你对大熊的贡献看起来, 睡觉, 大年初一被用来养精蓄锐, 金妈图妈商量着准备出来回老家的各色礼物, 小乔在小摄影家的角色里, 得到了无数成就感, 跟着金金去工作室制作他的一大堆成片, 这些给太爷爷, 这张给太外公太外婆妈妈, 他们一定会喜欢, 大熊也在书房, 一边立着耳朵听爸爸教小熊听音, 一边慢吞吞听着姐姐的乐高, 刚才被他拆了个彻彻底底, 姐姐回来之前得给他恢复原样, 初二回娘家路上, 你们猜我看见了谁, 瞧金金啊, 一大家子, 两只幼崽可爱无敌, 要图要真相, 这是人家私人生活啦, 拍个冤冤的吧, 还有两边的父母, 看起来是回老家, 啊, 第三只幼崽, 小姑娘是姐姐赌一个长大比, 瞧金金更漂亮, 老公呢, 瞧金金的著名隐身老公呢, 在金金外婆家具过餐, 一路回一心, 金金和于途一起照顾孩子们, 在二楼的大床上睡下, 没地方了, 只剩下当年于途那间客房, 于途, 你先去, 我洗好澡再下去, 那边浴室太小了, 于先生一路把碍事的盆栽绿纸都挪了干净, 春节就是个炫娃大赏, 金金于途早已经失去了核心地位, 在一边看着娃娃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有礼貌的, 甜甜的, 喜欢问各种各样好奇问题的孩子们, 即使不看颜值也是天使, 他们家的, 就是天使的平方立方, 特别家敦敦不负其名, 已经高壮敦式, 凭力气赢得了双胞胎的崇拜, 小乔倒是不怎么感冒的样子, 一直跟着佩佩, 听他讲照片的用光和色彩, 点评于小姐的作品哦, 举个例子, 桌上的花和花瓶, 借这边的光是一个角度, 俯视拍, 强调影子也是一个角度, 小乔你试试看, 红包发出去好多, 当然收到的更多, 小乔姐姐替弟弟们分好数好, 还要跟爸爸讨论使用计划和理财计划, 花了大半个晚上, 大熊小熊你们自己的钱应该自己管, 大熊正在鼓刀妈妈的泰, 小熊和床上的大泰迪滚作一团, 谁也不理他, 爸爸, 那咱们不帮他俩了, 金金接了海上花, 是容装集团创始人的传奇一生, 是挣扎长大的青涩厨妓, 是养尊处优的总督夫人, 是追求尊严的单身母亲, 是伤海臣服的一代大亨, 是90岁眼眸, 依然灿若星辰的世纪美人, 见面的时候, 大导说, 金金是他心目中唯一的主影, 早时的父亲给他起的小字叫威蕊, 而金金的骨子里, 就有那种义无反顾的繁盛与明媚, 而且, 大导要尝试真正的影视套拍, 对悟性能力都要求太高, 表达的是, 只要金金有异想, 档期甚至可以等, 新汉过去两年, 在制作和经济上双轨并进, 成绩斐然, 除了继续深耕行业剧, 今年他们继续在做从设计奖中挖掘出来的动画题材, 眼下进行中的是Brother Bear, 打算六一试水成功的话就做戏领, 艺人方面, 要通过作品和节目打造优质偶像, 多优质, 周影那种可以有, 反倒是于途, 沉默很多, 小乔开学全家搬回北京以后, 他维持着一两周回北京两天的频率, 出差开会都几乎没有, 金金有点奇怪, 你最近不上项目吗? 也不用发布新探测数据了, 他只是笑着摇摇头, 项目不能说, 数据的问题有关在, 大熊小熊三岁了, 一过完生日, 金金就要出发去霓虹国参加他们的电影节, 他的科幻片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影片, 而且, 金金年年是他们评选出来的全球最美面孔, 去杀一圈也不错, 一边忙碌地准备几场活动造型, 金金一边给大熊小熊准备欢乐派的动画主题party, 包了旁边电影院的小厅, 请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玩, 礼物是于途今天带回来的, 上海外滩一溜建筑的拼插模型, 还有一个魔方, 一只游客里里, 什么? 哪个是大熊的哪个, 是小熊的? 自己商量去, 要学会共享, 于途周末在北京也忙, 今天把金金送到造型工作室做最后一次订装, 来不及看效果就匆匆走了, 后来又打电话来道歉说实在没办法接他, 让青青令叫公司的车, 于途去了个离航天城不远的神秘大院, 一起参加闭门讨论的还有国内密码界的两位扛把子, 会议室的大门一直避到午夜, 金金带了几大箱行李飞走了, 林姐和莎莎也一起去, 这是一趟多功能出差, 他们还要见几位霓虹国的投资人, 乔金金女士化身星际公主在红毯上大杀四方, 和导演一起上台去领最佳影片大奖的时候, 又换了优雅明亮的女神模样, 罢了评又罢热搜, 文娱媒体们要是不说说, 乔金金, 那就是自己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